在日本福島發生核安事件之後 為了要讓每個民眾都能夠了解 核災發生時的注意事項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也積極展開各項的防災宣導 而今天原能會技師来到了設有核一場的石門地區 针對石門裡的居民進行各項的災害防治說明 借以提升事發時的救難效率 目的就是要先跟石門區的鄉親介紹 因為核能電腦在旁邊 那核能電腦會有輻射 那我們今天要先跟他們介紹說 認識輻射基本的輻射是什麼 輻射的特性以及其安全防護 讓大家知道說輻射不是只有電廠那邊有 其實我們生活在周遭上 理工醫研以及我們身體大自然 都有一些天然的輻射 原能會分別藉由一般生活家庭的輻射介紹 以及災害來臨時的應對措施 來補充當地民眾的嘗試 而現場聽講的居民們 各個都是非常的專心 目的就是希望學習到更多的對應技能 以確保核災發生時家人與自身的安全 在這個宣導的過程中當然是我們是希望核子事故不要發生 當發生之後能盡量在緊急的應變狀況下能確保每個裏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可以的話除了宣導以外能夠再多做一些實際的演練 讓每個裏民能夠更熟悉 這樣子是最好的 里長表示核一場就位在石門區內 因此居民們每一個都是第一線的接觸人員 而若是發生電廠輻射外洩的核子事故時 每一個石門民眾都應該要清楚知道如何掩蔽 而此外里長也希望原子能委員會能夠舉辦多一點演練 讓民眾參與 也讓在地人更加的瞭解避難方式 這次是段譯實們採訪報導